大家好 又來到法律之多的環節了 今天是我黃律師和大家講一下 最近一些熱門的法律新聞 相信今期最熱門的法律新聞 莫過於副總理李克強來香港訪問 本身訪問就給香港送了很多大禮 有很多振興香港 或者讓香港和內地經濟可以融合的一些所謂的甜頭 誰知道現在普遍社會的焦點就不在這些大禮上面 而是在香港警方這個保安的安排 相信大家都知道 在這次李克強訪問香港短短幾天 香港警方就好像如臨大敵 用了差不多一成的警力去保護這位的政要 也都引來很多的非議 當中有兩點兩件事件 相信普遍市民都知道的了 分別就是一個港大生 一些大學生在港大想向李克強去抗議期間 就被警方阻止不止 更加涉嫌被非法禁錮 就在這個糧球區大樓 就被困於防火門這個防煙道中間 另一件所謂的麗港城事件 就是某一個居民麗港城的街坊 穿著平反六四的T恤 想著在這個麗港城出入 竟然被幾位黑衣神秘人士 並不知道是否警方的人士 是強行帶走的 這兩件事是引致很大的討論 因為都挺離譜的 嚴重侵犯了我們香港市民固有的人權 我覺得警方的一哥曾偉紅必須交代 這個保安局局長李小光是雜無旁財 一定要出來給市民一個說法 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因為首先講回第一件事件 這個港大的師生那個學生被禁錮 是有涉嫌所謂被非法禁錮 被警方非法禁錮 這個我認為如果是確有歧視 港大的學生是絕對有得告 絕對可以告警方的 這個所謂非法禁錮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如果某人 是被違反他意願之下 是無理地禁錮了一個地方 不論是五分鐘 十分鐘 乃至是一個小時 都是一個非法禁錮 他是可以從民事上面 是起訴有關的人士的 究竟這個是不是構成非法禁錮呢 我相信有關的學生 就需要拿到一些證據 證明當時那個警察 或者他的下屬是有禁錮的成分 當中一點其實有很多的傳媒就說 特別在當時禁錮了那個時間 究竟長短是不是一個因素 其實這個並不是一個主要因素 最主要是他有沒有被禁錮 侵害了他的人身自有 而在新聞片講回 當時那個學生在防煙門中間 是一段時間 直至好像保安員和他示意說 你現在可以走了 這樣他才可以離開 這一句說話 我自己覺得就暗示了 你現在可以走 即是說之前就不能走 之前不能走 那就是不讓他走 這個就是很大的禁錮的懷疑在這裡 所以究竟會不會因為這件事 而警方這次反過來給市民告他非法禁錮 那大家就拭目以待了 那另一件事其實除了說 警方有涉嫌非法禁錮市民之外 我覺得更加值得關注 就是這一次警方勞私動眾地去保護李克強 其實來說是侵犯了我們一些固有的人權自由 甚麼自由呢 我們要看看《基本法》怎麼寫 《基本法》第27條是這麼說的 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激自由 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 和組織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 另外第28條也是這麼說的 香港居民的人身自由是不受侵犯 香港居民是不受任意或非法的逮捕、拘留、監禁 禁止任意或非法搜查居民的身體 剝奪或限制居民的人身自由 禁止對居民施行酷刑 任意或非法地去剝奪居民的生命 很明顯 剛才我說的 由這個港大生 無端端被人禁固在後樓梯 以至勵廣城的街坊 穿著T恤去走出街 無端端被黑衣人抬走 這些都是很明顯違反了《基本法》這兩條條例 這兩件事其實我們大律師公會 以至香港律師會都有兩個 有些少許不同看法的意見 儘管把這兩個意見拿出來和大家講一下 我先講大律師公會的意見 大律師公會其實在事件發出之後 亦都有一個五版指了的意見書 他大約就是這樣說的 其實他就引伸了好幾宗之前 終審法院就一些人權的案例 去導出了一些關於這些示威集會 保障的原則、法律的原則 特別比如在2005年一宗 梁國雄的終審法院的案件 法官已經是確立了 香港政府有一個英文所謂positive duty 一個自己主動的責任 就是去採取一些合理適當的措施 確保一些合法的集會 可以和平地進行的 另外來講 警方當然為了保障一些其他人士的安全 它是有權作出一些措施去限制這些所謂集會示威 但是這些措施是必須合理 也都需要合乎一個英文叫proportional 即是合乎比例 即是不能夠過多 不能夠超過一個合適的比例 當中牽涉了一個平衡 就是社會的利益 以及個別小眾的示威 或者是言論自由的利益 當中是應該要有一個合適的平衡 而去達致保障所謂的社會利益 當然在講的是 譬如要確保國家安全 公眾的安全 公眾的秩序 又或者是保障其他人的自由和權益 但是剛才說了 這些所謂的平衡 或者這些所謂的保障 是不能過多 不能夠超速所需 始終大前提 都要保障個別人士 或者其他市民言論、集會、示威的自由 所以之前其實在這件事之後 警方一哥曾偉雄說 就說這個保障這個政要的安全 是有凌駕於示威者人權 或者言論的自由 這個說法是錯的 引用回那句簡直是天方夜譚 人權永遠都有凌駕性 不能夠說因為保障政要的安全 而凌駕個別市民示威的權利 這個說法完全垃圾 天方夜譚 好了 講回大律師的意見 另外來講 大律師的意見書 也是這樣說的 這個中審法院也更加是警告 就是保障這個 所謂保障社會的利益 或者保障其他人的自由 這件事 不可以被一個太闊的廣義的說法 而導致是剝奪了或者限制了其他人的基本的人權 另外在另外一宗中審法院的案件裏 也都講過就是示威的自由是一個憲法下的權利 這個示威的自由和言論自由是兩者有很密不可分的關係 這個所謂示威自由言論自由是包括發表一些言論 而這些言論是可能會對當權者是一個批判 或者說是甚至乎是侵犯 或者英文說offensive 就是言論上面是不滿當權者的一些意思 或者是不同意他們的觀點的 這些所謂的這些這樣的自由 所謂的去批判或者去抨擊當權者 這些的自由是我們香港的核心價值 是我們香港制度核心的一部分 也都是得到法院的保障的 所以來說中審法院也都已經確立了 如果市民是絕對有發表一些可能是當權者 政要不想看到的意見 市民都是有權發聲 有權是表達這些意見的 所以來說在這個案件裏面 我們看到其實很多的評論都說 其實警方之所以這麼勞私動眾 或者其實對上那位 阿波泰叫警方這樣勞私動眾 可能是因為不想個別市民 比如說剛才我說平反六四這些意見 怕李克強副總你見到就不喜歡 就不想他看到 如果這樣是一個原因 就絕對沒有一個法律基礎了 因為剛才說的 在中審法院也都確立了 市民是有權發表一些 當政的政要或者權威人士 不同意的觀點的 絕對不可以因為擔心一些政要 或者當權人士的不同意 而剝奪市民發表這些 另一類意見的自由 另外一點也都是在大律師公會的意見書特別提到 就是所謂核心保安區這件事 大律師公會就認為 看不到任何法律的基礎 去指出這個所謂核心保安區 就是說根本法律就沒有這樣的名詞 而警察其實也承認了 他說這個核心保安區 純粹是警方的內部指引 並非在任何的香港法例之下有的東西來的 在香港法例呢 大律師公會提到公安條例是有 一些所謂比如禁區 指定的公眾地方這些的概念在 但是這些的概念呢 必須要事先刊獻 或者是經過特首呢 是宣佈私下才會有的 就不是隨便突然間 一旦一哥走出來說有個核心保安區 那就容許警察做任何的事 為什麼要有這樣的規定 一定要事先刊獻 或者說這個特首宣佈才會有這些所謂 禁區一些限制市民示威的一些 劃定的範圍呢 因為來講呢 就剛才講了 大律師公會認為 就是市民的自由 和市民這些表達意見示威的自由 如果要有任何的限制甚至剝奪呢 是必須要有一個妥善的法律基礎 才可以這樣去限制 也都絕不可以純粹貪求方便 貪求警方為了執法的方便 而任意剝奪這些自由的 那麼呢 市民也都有權呢 是在事先知道他的自由 會受到什麼限制 去到哪一個的區 哪一個範圍呢 這些自由就有可能被限制了 從而令到他可以去好好地 妥善安排自己打算 怎樣去做 怎樣去安排 即是說呢 簡單來說 就是說 為什麼這些所謂保安區的事情 我們覺得有問題呢 因為警方絕對不可以突然間說 這個是核心保安區 事先不講明的 要不然市民可能不墮禁區 做了一些原來是犯法的事情 都不知道那就不好了 再者剛才講 這個市民示威自由是有凌駕性的 如果是要限制 是必須有充分的法律基礎 所以來說呢 也都呼應了 這些所謂要限制自由的措施 必須要是必須和合比例的 所以來說呢 如果純粹說限制一些市民 發表一些和當權者不同的意見 純粹做這個理由呢 是去剝奪這些市民的示威權利呢 大律師公會認為這個絕對是不足夠的理由 這個就是大律師公會的意見 至於律師會又有什麼意見呢 在早前呢 新聞都有問過律師會會長 就這個所謂核心保安區 是不是真的沒有這個法律理據呢 律師會就認為呢 可以考慮公安條例第六條 公安條例第六條又怎麼說呢 又儘管跟大家說一下 第六條是這樣寫的 括弧一這樣說的 警務處處長如果合理地認為 為了維護國家安全或者公共安全 公共秩序或者保護他人的權利和自由 而有需要呢 可按其認為合適的方式 對所有公眾聚集的進行 作出管制和指示 也都有權指明公眾遊行可行的路線 和可進行的時間 括弧二月第二分段再這樣說的 警務處長如果認為合理地認為 是為了防止或者維護國家安全 或者公共安全公共的秩序 或者保護他人的權利和自由的 迫切威脅而有需要的話呢 可以按其認為合適的方式呢 就下列一些地方內的奏樂 就是玩音樂的限度啊 擴大、廣播、轉播 或者借其他人為方法呢 重播音樂、說話 以至其他聲音的限度 作出管制和指示 這些地方包括公眾地方 又或者公眾地方 以外其他地方 如果這些地方是對 該等的音樂、說話、聲音 是會對公眾地方以內的人作為對象 那麼大律師這個律師會的會長就認為 可能警方是引用這個條例去確立 它這個核心保安區的基礎 如果你問我個人意見呢 我就不同意這個觀點 我是傾向贊同大律師公會的說法 就是說核心保安區呢 是並沒有足夠的法律基礎 而剛才講的公安條例第六條 似乎也都並不適用 很簡單的一個例子 剛才我講的公安條例第六條 主要是針對公眾遊行 或者播音網這些限制 但是就引用麗港城那個事件為例 麗港城那個我們見到 只不過是一位的居民 他下街就已經被人抓了 這個絕對不是公眾遊行 因為所謂公眾遊行、公眾集會 講起碼是十個人以上 一個人已經不是公眾遊行 再者來講 他更加不是播放些什麽音樂 我們見到 例如說整個例子 市民不要說是遊行 他似乎連穿衣服的權利都被剝削 他穿著衣服 只不過寫著平反六四 就馬上被人抬走了 這個絕對不單止是有無權遊行 有無權是表達言論的自由的問題 我覺得簡直是剝奪市民 穿衣服的權利 這個真是豈有此理 再者來講 麗港城那件案件 亦都很大的問題 就是在於 為什麽會有幾個神秘的黑衣人 在沒有披露身份之下抬走那位人士呢 那幾位黑衣人是什麽人來的呢 他是警方還是內地公安呢 還是一些不知道什麽的人 可能是賊來的 在光天發日之下 那麽怎麼辦呢 所以其實這個 警方應該要有一個交代 那幾個黑衣人是什麽水來的呢 大家都不知道 而警方說 因為這位人士 之前就說好像什麽沒有交罰款 所以才抓他 這個更加是睜大眼講大話 第一 如果是的話 用不需要這麽勞思動眾 第二 沒有交罰款 他早就知道的話 就上去找他 怎麽麽要下來才抬走他呢 再者他又怎麽知道他沒有交罰款呢 難道別人作著欠交罰款又額頭到 就是很明顯警方兩個字在那裡死撐 而這個核心保安區 為什麽我覺得是有問題呢 因為這個是剛才說的 大律師公會已經說了 這個核心保安區 不應該為頭一時方便 去隨便去畫的 如果可以這樣畫 那麽就是 其實警方大可以 如果下次有什麽政要來 將這個核心保安區 畫到全港這麽大都可以 那麽全港的市民 什麽都不能做的 總之警方想做什麽都可以 所以其實來說 這個核心保安區是很有問題的 絕對是一個 侵犯了市民示威權利的一件事 所以我覺得 接下來立法會 可能已經準備跟進這件事 那麽我覺得絕對 警方是有責任 就是交代清楚 究竟何謂核心保安區 究竟這件事 其實是什麽的一通通 因為如果此先例一開 日後警方就可以任意 用一個所謂核心保安區的黨戰牌 去任意剝奪市民示威的自由 其實這件事也正正反映我 之前很多集都不斷說這件事 就是所謂溫水煮蛙的理論 就是我們見到 其實香港很多的市民的自由 人權都被政府 或者當權者 逐點逐點 陰點陰點這樣 鉗制 陰點陰點去剝削 如果是一下子拿走 市民當然反應大 所以當權者也都不敢這樣做 但是最恐怖的就是 當權者每次逐串逐串的去 去鉗制市民的自由 令到市民好像每一次 都好像不當國有什麽問題 到當他去到一個地步 發覺很多的自由在不經不覺間 已經原來被當權者拿走的時候 可能後悔已經是太遲了 所以幸好在這次 警方這麽難以令人理解 這麽所謂完全垃圾的保安制度之下 幸好都有一班的議員 市民或者港大救生站出來發聲 令到政府或者警方不夠膽亂來 我們儘管看看 接下來的日子 警方或者保安局 甚至乎曾蔭權 如何向市民就這次的事件 作出一個清晰的交代 好了 今天講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下一節再跟大家講一下 一些其他的法律新聞 再見 拜拜